再见了熊猫宝宝依依和生意 国家动物园月依依和生意举办欢送会 工作人员和游客都难舍姐妹俩的离去 让整个动物园笼罩在伤心的氛围中 国家动物园副主席拿督罗斯里说 工作人员无法抑制悲伤 因为依依和生意自出生以来 就在动物园的环境内养大 照顾了熊猫九年的饲养员阿兹林尼 对两只熊猫的离开非常不舍 她希望新思养员要好好疼爱这两只熊猫 阿兹林尼战在结束采访后 严默默擦拭眼泪 依依和生意被启程运送离开国家动物园 会想熊猫爱好者 严默与会别姐妹俩离开 依依和生意抵达马行货运中心 准备飞往中国 分别载着两只熊猫的白色货车抵达后 机场工作人员使用叉车 小心翼翼地将意义和生意的笼子 抬到一个台子上 为了避免熊猫在过程中受到惊吓 熊猫饲养员在过程中不断小声 安抵他们的情绪 意义和生意 逼达中国成都了 现在的路程 是 三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